Oh boy 大家好,歡迎來到囝囝研究所 今天要介紹的是MIRROR的金句王Alton 肌肉就是力量,尋求無悔真生活 其實這兩句都是Alton在《全民造星》中說過的金句 肌肉就是力量,是Alton首次在《全民造星》表演 為那次表演定下的名字 因為那次表演的舞蹈裡 都是有很多關於肌肉和力量的動作和姿勢 在表演完之後,劉美君老師還在一間直播室走出去 要Alton表演肌肉來益一下粉絲 而至於尋求無悔真生活 是在第二次選拔賽的時候 因為沒有得到任何一盞藍燈而跌到復活區的時候 他又說了這兩句來自各富城歌曲《木偶集地球》的兩句歌詞 尋求無悔真生活 浪漫長 阿靖 而這兩句金句在《全民造星》中多次被重播 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給觀眾們 而之後真的被Alton在後來的副區選拔裡面 成功證項到他入選40強的名額 而可能因為他獨特有鮮明的個性 雖然他在《全民造星》中在30強已經指了一步 但也都被挑選成為了作為MIRROR的成員 而加入了MIRROR之後 Alton可以說跟Edan一樣 擔當了一個比較起感、活潑和多發言的成員 不過雖然Alton有這麼強烈的演藝細胞 但加入了MIRROR之後 也沒有被安排到參與ViuTV的劇集 直到未來即將會上演的《男排女將》裡面 才會有Alton的參與 如果ViuTV可以安排多一些演藝類的工作給Alton 就好了 你看看這個正式開始的AMV 裡面的Alton演技多麼出色 而Alton雖然在這間MIRROR裡面 曝光录似乎比其他成員偏少一些 但Alton其實早在參加《全民造星》之前 已經有很多亮眼的身份 肌肉就是力量 沒錯,他在參加《全民造星》之前 已經是一個健身教練 而且他還是一個香港男子鎖舞隊 和香港音樂組合 重操嘻哈的成員 而Lokman和Adi 都是這兩隊組合裡面各自的成員 所以Alton在參加《全民造星》的時候 已經跟Lokman和Adi特別熟落 而Alton在《全民造星2》裡面 發生了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這個很大爭議的MIRROR實力盤榜裡面 他被《全民造星2》裡面的參賽者排了第12位 也就是MIRROR裡面的最後一位 但最值得欣賞的就是 Alton被宣布排行在12位的時候 他都沒有被影響到 他就在後來能夠再一次 決定排行榜名次的表演裡面 靠著臨危不暖的表現 雖然途中忘記歌詞 但也可以即時想到其他歌詞去取代 這個表演令到他成功感入12名 上升到MIRROR裡面的第7名 這個臨危不暖的特性 其實是他在第一季的第一次表演的時候 已經展示過一次 所以這個就是Alton除了自己本身已經很出色的 在他的武器、身材和獨特鮮明的個性之外 令到他被挑選為MIRROR成員的其中一點 而Alton的感情狀況又是如何呢 Alton在MIRROR的時候 曾經有展示過他的韓文能力 後來他又解釋說 是當年在外國和當時的女朋友一起學回來的 看來Alton也是一個挺浪漫的男生 而至於現在的感情狀況呢 我就找不到太多資料了 但在連登的一個討論post裡面 有一個留言就說到 曾經在機場裡面見過Lokman和Alton的女朋友 在送他的機 而那個留言距今只是一年而已 所以相信Alton仍然保持這段關係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Alton在未來的發展 除了會參與即將上映的男排女將 所以他近來MIRROR成員出歌的趨勢 看來Alton出新MV的可能性都很大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吧 肌肉就是力量 接下來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